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小头爸爸要坚强 猪命鸟大侠 冲啊 疼啊 小头爸爸有危险 坚持住 我来帮你 小头爸爸 你哪儿疼 疼啊 牙疼啊 牙疼 牙疼 那是有牙虫 让我的啄木鸟大侠来帮您捉虫 不是牙虫 是爸爸长了一颗智齿 是智齿疼 您快去拔牙 小头爸爸 不 想起来就疼 小头爸爸坚强点 我们大妈老师说他也拔了智齿 一点都不疼 不疼 拔之尺一点也不疼 孩子们 不要害怕看牙医 拔牙是可以的 但是要等消夜了以后才能拔 现在不能拔 我要帮助小头爸爸 小头爸爸 来陪我玩拼图 玩拼图可以分散小头爸爸的注意力 不行 不能玩了 我的知识成的注意力不能集中 所以小头爸爸 您去拔牙吧 要坚强 牙疼 还是疼 大头儿子 好嘞 小头爸爸 需要帮忙吗 能帮爸爸拿一块冰服一下塞膀子吗 好嘞 小头爸爸 好点了吗 好多了 怎么怪怪的 怎么是冰棍 您不是说要冰吗 我不要冰服务了 小头爸爸 那您去拔牙吧 坚强些 说阿 阿 阿 也没种 智齿是多余的牙齿 横着长出来了 没有什么用 对 小头爸爸去拔牙吧 加油 大头儿子 你怎么总给爸爸加油 因为我们老实说过要多鼓励别人 所以 我请来了好朋友一起鼓励您 您看 壮壮的牙掉了好几天了 一次都没哭过 没错 我的门牙嘎嘣一下就掉了 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一点都不害怕 对 小头爸爸坚强些 去拔牙吧 去拔牙吧 在两个孩子面前不能再推脱了 否则他又是我会搞得新鲜了 拔牙 拔牙 我准备拔牙吧 我回来了 小头爸爸 您的牙怎么样了 结果很难猜吧 当然是把智齿留在牙衣那里了 疼吗 不疼 我疼一点都不疼 我可是小头爸爸 怎么可能会疼 小头爸爸真棒 您是勇敢的英雄 大头儿子 你才是真正的英雄 我是英雄 多亏了你的鼓励 才让我变得坚强勇敢 所以你是我的精神英雄 我是粉刷酱 我是粉刷酱 一个丁老头欠我俩弹球 我说三天还 他说四天还 加上一个蛋 好友 亲爱大头 快教教我怎么画的 没问题 我先回家吃饭了 晚点再来找你 好的 我自己继续画了 小头爸爸 您回来了 大头儿子 院里的栅栏你画的 是不是很漂亮 这个是若带鱼 这个是海草 这个是海龟 这个是水母 漂亮是漂亮 就是比较乱而不整洁 回去妈妈看到一定很不开心的 维君妈妈会不高兴吗 当然了 所以我们要趁着维君妈妈回来之前 赶快把栅栏重新刷一遍 好吧 这次我们来做让栅栏复原的粉刷英雄 我们就开始动手了 好的 没问题 完成了 小头爸爸 我是不是很棒 终于恢复原样了 维君妈妈一定很高兴的 小头爸爸 您快看 糟糕了 这是怎么回事 糟糕 一定是咱们俩刷油漆的时候蜜花跑进来了 他还踩到了油漆 所以才留下了一路梅花脚印 这可怎么办 要是维君妈妈看到地板和沙发上留下了这么多脚印 一定很生气 先别管那么多 先把梅花抓住 别让他踩更多的脚印了 好 大屯子快躲开 别被他撞到 吓死我了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完了 事情越来越失去控制了 米花 过来 到我这里来 我们俩最好了 对不对 小头爸爸 您没事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头爸爸 米花被我管到洗手间里了 我们得赶紧把他留下的痕迹处理掉 好的 我们现在就动手 终于弄完了 没错 终于处理完了 回去妈妈看到会很高兴的 小头爸爸 我们好像忘了什么事 没错 米花还在洗手间里 我们应该给他洗个澡 要不然棉花糖看到会很难过的 小头爸爸 您看米花多高兴 所以以后我们经常帮他洗澡好不好 给他洗澡可以 千万不要再弄上一身油漆了 太难洗了 棉花糖 我们给米花洗完澡了 你可以领他回家了 米花是自己偷偷溜出来的 我都找他半天了 谢谢你 大头哥哥 不用客气 小头爸爸 让木栅栏复原的粉刷英雄任务 成功 你们重新粉刷了木栅栏 怎么样 很漂亮吧 坏人一心 其实有个更简单的做法 什么做法 叫上你的几个好伙伴 把木栅栏涂鸦成五颜六色的 应该也很好看